在乌克兰问题上,中方始终秉持客观公众立场,坚持劝和阻弹。 习近平主席亲自同包括俄罗斯、乌克兰在内的各个领导人深入沟通,中方专门就此发表了立场文件,多次派出我们的特使穿梭斡旋。 至今仍然在访问当中,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指向一个目标,那就是为止战和谈,铺路加桥。 确实前不久,在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,我们强烈地感受到,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担心乌克兰危机可能会带来多数的局面,愿意创造条件来探索可靠的解决出路。 历史经验证明,冲突如果延荡不止,往往会恶化升起,甚至超出当时方的摄像。 河谈如果无法开启,误解误判就会积累叠加,进而量成更大的危机。 这方面的教训是值得记取的。 任何冲突的终点都是谈判中,早一点谈起来,和平就早一点到来。 只要各方都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,只要妥善解决好各方的合理的关切, 我认为欧洲就能够真正建立起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框架。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个应该,这是中方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的根本遵循。 中方支持,事实召开,俄乌双方认可,各方平等参与, 对所有和平方案进行公平讨论的国际合会。 我们期待欧洲大陆早日恢复和平稳定, 我们也为此继续做出,发挥我们的建设性的作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